今天我们一起来铲矿 铲矿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提前一碗将穹汁条在水里泡发 第二天往锅里倒入200克的水 再加入已经泡软预备备好的穹汁中火熬煮 重置融化后加入300克的白砂糖 对300克你没有看错 因为我们要做糖 所以就要大胆的用糖来做糖 马上家里就要有矿了 能不甜吗 在熬煮的过程中要小心糖水泡钙一出 这样会很难清理 煮至用刮刀能够出现这种拉丝粘稠的质地的时候 就说明你跟我一样熬过头了 正确的应该是糖水还能够流动比较稀的状态 就可以将这一锅矿物质精华液倒入小碗 然后我们就该给咱们这些矿上点价值了 拿一根牙签沾一些中国红的红 将糖水调匀 再取一根牙签沾一些酸辣粉的粉 以及紫米糕的紫 王祖蓝的蓝 共青团的青 原谅绿的绿 蛋黄长圈的黄 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七碗 美术生涮鼻水 只是家里最干净的玻璃容器 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长的短的扁的宽的都可以 然后就是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了 就像时间管理大师那样 多现作业 分配好每一个部分 这一步可以自由发挥任意搭配 也可以将它们倒入各种形状的硅胶模具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一至两个小时 凝固后取出成型的果冻状虎泊糖 将它们切割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其实我还调了一盘特别少女的颜色 不准说不好看 将它们随意切成各种形状 也可以直接切长条掰开 就更有矿石那味儿了 有模具做的湖泊糖 虽然少了一丝天然的感觉 但却多了那么几分精致 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家里有矿是一种什么体验 其实到这里 湖泊糖还只是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需要做的才是 最需要耐心跟花时间的步骤 也就是将它们铺平 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三到七天 但如果你是像我这种身处夏季 同时还在遭受梅雨季节困扰的 潮湿南方人民的话 七到十天也是有可能的 以至于本想在520发的视频 硬是被风干拖到了现在 经历了风干后的湖泊糖 才能算是最终成品 一口下去 外层的结晶是酥脆 内心则是被结晶好 好好包裹住的软糖 味道嘛 就是糖啦 其实在一周前 我做了有那么多湖泊糖 虽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食物 但那唯一的好处就是 可以保存很久 不容易变质 所以想趁着520这个日子 送给大家一些 我亲手做的小东西 我也不是什么烹饪水平 特别高的up主 没有大姨那样什么都有的厨房 没有王刚老师那样专业的手法 也没有像很多up一样 有过专业的学厨经历 做美食视频本身只是简单的 把我的两个爱好 美食跟视频结合在了一起 很幸运拥有了很多观众 尤其是在做流沙包的那一期 受到了很多小伙伴 给的揉面技巧和建议 比其说作为一个美食up主 教大家做菜 皇家流沙包这个号 更像是你们看着自己的好朋友 在下厨这条路上 边捣鼓边学习的过程 虽然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好 但也想给尽在咫尺 却隔着屏幕的你们送上一份 来自我这个好朋友的心意 不嫌弃这份小礼物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里打出最近的愿望 或者是想对我说的话 我会选出20个人 给你们寄去这份小心意 这个视频的评论长期有效 这次没有被选中的小伙伴 我也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给你寄小礼物哦 来自米糕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